普里镇公所为了宣导爱树、玉树的观念 日前举办普里玉树季记者会 农金观光客客长邱帅伦表示 从即日起到5月4日值 公所、跨客市共同合作 透过植树、童花季 以及与悄悄木工坊合作 以及图书馆的植树主题书展等等 希望能够告诉郑民 能够一起来爱树 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好 2019一起爱树的预树季 我们活动从3月1号一直到5月4号 正式起跑 那这一次的活动 在公所、跨客市的一个协助跟协调 包含了我们种树、植树 还有童花季 以及悄悄木的一个相关系列的活动 来告诉我们证明 我们一系列的一个预树季的一个活动 是包含了整个树木的生命周期 那也欢迎大家 以及郑民能够一起来踊跃来参与我们这个系列活动 县议员叶仁创 肯定浦里正公所的用心 也提醒乡亲 除了要植树之外 帮树苗照顾成长 也是非常的重要 浦里原本就是四面环山的一个环境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浦里正公所来举办这一个浦里的预树季 然后来倡导来教育我们的地区的居民 来了解除了种树的重要之外 预树也是非常重要 县议员王彩云肯定浦里正公所的用心 近来因为空污问题严重 也希望透过爱树、护树的活动 把浦里正的好山好水重新找回来 浦里好山好水好环境 这个好民生把它找回来 让我们所有保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清晰 有锯子来把二氧化碳把它吸收掉 把所有我们保理中的空气 好空气找回来 我也相信了定点非常用心 一定做好这个工作 在三月一系列的爱树活动 我相信我们这门大家一起来 会把我们保理改变 副议长潘英全肯定 浦里正公所的爱心 也呼吁乡亲 也能够一起加入爱树、育树的行动 让浦里正的青山绿水 能够常在生活环境变得更美好 记者陈伟一浦里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